大家好 我是梁 有沒有看到烏漆麻黑的天空 看樣子 等一下又要下雨了 看肉肉了 給你們看看這個紅蓄荷 我搞不清楚它這些到底是它的分支 還是它的花碎呢 你看它旁邊又分這麼多 可是我又看不到它的花苞 你看看又沒有花苞 你看旁邊又長這樣 好奇怪喔 然後它不是只有長這樣 你看它的葉芯中間也這樣 然後你看好奇怪好奇怪喔 到底是它的分支還是它的花間呢 就看下去吧 過一陣子再看看有沒有花苞 目前是沒有花苞了 看看這不是花苞吧 好奇怪 樓頂上這些高砂之翁包菜 還有我的蘭胡你看 它的邊越來越捲咯 看來它在樓頂適應的不錯喔 漂亮吧 有沒有喜歡包菜了啊 再給你們看看我的革命 自從我把它的那些小苞剪掉之後 它每次我上來都要幫它 把這個枯葉露掉 我一露掉它你看 又繼續往上爆 爆側芽 魚越來越滿了一整圈 天啊 怎麼不長長呢 爆災王 革命 再來看看我的雪精靈 你看它上面這個 我不知道是它在出狀態 還是有點燒焦 曬焦的感覺 不曉得 可是你看它的小苗 越長越健康囉 你看 你看旁邊這邊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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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開始 又在冒 冒側芽了 真的是超厲害 雪精靈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這兩顆大青菜 奇羅 你看 你看這兩顆不同時期買的 當初 是先買這顆 它當初小不拉 很小 醜不拉雞的 現在養著養著變漂亮了 而且 而且後面這一個還變成醉化 聽說奇羅的醉化 機率非常的高 果然 你看我才買兩顆 它一盆就醉化 這一顆呢 就先這樣養著吧 它這個都是群生的 這一朵 看來你看看 這個樣子 這裡好像也快要變成醉化了 還好就是說 它杆子還蠻長的 所以 比較不會黑服 但是這裡呢 這一顆 越長越密啦 所以 今天 就來幫它換一個比較大的盆吧 可是你看看這裡好像 你看這裡 這邊 好像也快要變成醉化了 真是 你看這裡已經是雙新了 奇羅好容易易變喔 你看 但是奇羅如果 它的顏色 出狀態的時候 是很美的 就先把這盆換掉好了 這盆 它現在是醉化 而且下面這樣有透氣 我就先不幫它換了 先換這顆就好了 動手囉 首先呢 找了一個差不多的盆 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 這樣種下去應該是差不多剛剛好 然後一樣加入一大堆發泡煉石 我大顆的用完了 這個是 屬於比較中型的 哇 放這麼多的發泡煉石 然後放好土 然後 把這個植物 挖出來 其實你看 它長成這樣 它這個我已經種了一年了 這些 順根 把它拔一下下來 因為其實 太舊換新嘛 促進它的新陳代謝 分析還不錯 分析還不錯 好 好了 這樣就種好了 看起來好像是 兩戳 但事實上它是一盆 這樣就種好完成了 因為我要幫它控洗 所以這次我顆粒加的比較多 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吧 期待它 秋冬的時候 可以出狀態 變成漂亮的齊羅 其實它這個還蠻好種 但是我現在不讓它淋雨 之前都讓它露養 但現在這個剛種 至少一個月不讓它淋雨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咯 歡迎評論 點贊 還有別忘了訂閱咯 我們下個視頻見咯 拜拜 請我的字幕提供 你請教你的兒子 真的 可以選擇 嗎 你 更動 你可以選擇 嗎 一起選擇